民進黨列委洪山漢 週一與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蓮 召開記者會表示 近日接收到不少台幹 台籍員工被要求前往中國復工的消息 洪山漢表示 這樣的行為恐怕將成為台灣和家庭防疫的漏洞 並呼籲資方不要在中國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前 將員工派往中國 這真的會讓台籍的員工承受非常大的感染武漢病毒的風險 另外洪生漢指出 近期甚至直期有台商要求員工 攜帶口罩至中國工廠上繳 這樣的行為 相關部會因了解掌握並做出懲處 提供充足的口罩 應該是企業的責任 甚至應該是中國廠區的責任 不應該用這種方法 好像要求台灣的員工 還要私下來引渡這些防疫必要的物資過去 上繳給物資缺乏的廠商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勞團呼籲政府因完善法規 禁止廠商硬性派遣員工至中國復工 給予牢房足夠保障 記者會中提到 附中員工可分為三類 一 短期外派出差 這類可依民法第483-1條主張給付拒絕權 拒絕前往中國 二 長期派駐在中國的台灣企業員工 勞動部因要求台灣廠商不得對 不願去中國的員工有不利意對待 經濟部以未來政府採購 租稅優惠 企業貸款等方面 進行施壓等方式監督企業 第三類則是台人到中國中資企業就業者 勞團呼籲陸委會因要求海基會建立資訊管道 掌握相關狀況必要時提供協助 而早指派附中的勞工應注意疫區相關資訊 了解自身所受權益 以及若遇到資方有違法狀況 應立即通報 保護員工健康優先 新唐人亞電電視黃朗姐 余東漢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馬台北採訪 雷遇到